小朋友 下面咱们要读的课文 阿德的梦 梦谁都做过 阿德的梦是什么样的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阿德早早的起了床 今天上午十点 他要乘坐二十一世纪最新的载人飞船 到火星上去旅游 并顺便去月球 看望移居到那里的亲人 第一段我们知道了 阿德要做什么事啊 他要乘坐二十一世纪最新的载人飞船 到哪啊 到火星上去旅游 还要顺便到月球上 去看望移居到那里的亲人 我们都知道 人类生活在地球上 到月球和火星上居住 那是人类梦想中的事 阿德就要去了 离飞船起飞的时间 还有半个小时 怎么打发这段时光呢 阿德拨通了可视电话 要跟月球上的外婆聊聊天 你看挺有意思的吧 这半个小时 阿德要和月球上的外婆聊天 外婆出现在电话的屏幕上 外婆您好 两个小时以后就能见到您了 这么快啊 这么快呀 当然咯 我这次坐的飞船是新型的 你看 跟外婆 用电话 聊天 互相都能看到对方呢 可是电话 多有意思呀 那么读这段的时候 小朋友 外婆说的话 还有阿德说的话 我们是不是用语气 把它们区分开 外婆 听说月球上的科研人员 已研制出了 无污染的太阳能汽车 市场上有卖的吗 哦 大商场里都有 真不得了 无污染的太阳能汽车 市场上就有卖的 看来已经都普及了 咱们读这里的时候 你看 外婆的自豪语气 阿德的询问语气 都读好 阿德打开掌商电脑 进入月球最大的网上销售中心 我要预定这辆太阳能汽车 下午两点来取 哟 真够棒的 已经都网上销售 那不是我们梦中的事情吗 你看 掌上电脑就完成了 咱们读这里的时候 是不是这样的心情流露出来了 亲爱的旅客 飞船就要起飞了 请系好安全带 呜 飞船长鸣一声 飞向太空 这时阿德的安全带还没系好 他从椅子上滑了下来 你看看 不系好安全带 就是这样的结果 今天咱们坐飞机旅行 也要系好安全带 哎呀 阿德大叫一声 睁开眼一看 原来是一场梦 你看 从椅子上掉下来 梦也惊醒了 大家看 咱们读了这篇课文以后 是不是觉得阿德的很有意思呀 他把现代生活 现代科技 和未来的生活 未来的科技 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了 今天咱们生活在科技 飞速发展的社会中 将来呀 科技发展 更神速 阿德梦中的事情 可以变成现实的 小朋友 梦 变成现实 是需要几代人努力的 你也是努力人群中的一个 你说呢 好 回来 我们接着看 横线里边的字 我们读一读 德 品德 道德 德 注意中间 这有一个小横 段 段落 小段 我们说读一个小段 读一个小段 就是这个段 婆 外婆 老婆婆 平 平目 喽 轻声 喽 行 型号 污 污染 消 销售 预 预备零 定 预定 就是预先订货的意思 记 记好安全带 记鞋带 有时候我们也说 这件事和那件事有关系 也是这个字 读音字 乌 口字旁 乌 像生词 好 在这里边大家会读了 那么也会组成课外的一些词语 下边呢 我们来看一看 我们默读课文 说说你心中的未来世界是什么样的 大家看 默读课文 我们一再说 默读课文应该是咱们二年级小朋友掌握的一项 阅读本预 阅读本领 不止字 同时 不出声 读的时候呢 是眼睛看 另外呢 还要心里边读 有的小朋友 有的小朋友默读的时候啊 不止字 不出声 他怎么读呢 看见了吧 点着头读 小朋友一定要克服这种毛病 心里读 就是心里读 好 那默读课文 看着阿德的梦 你心中 未来世界是什么样子的呀 你是不是也有一个设想 未来世界可能是这样的 可能是那样的 小朋友 你把你心中的想法 说出来 告诉大家好不好 好 那课文 我们就学到这里